一个死亡车祸 新北市这名单亲妈妈呢 带着未满一岁的女儿外出 不过她无照驾驶 也没有让孩子坐安全座椅 在途中撞上了耗质感 而女儿呢 则是撞上挡风玻璃 重伤而死亡 因为她是无照驾驶 保险公司先前给付的 160万的理赔金 必须要全数归还 全家开车出门完 后座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少了这项安全措施 很有可能发生危险 新北市一名单亲妈妈 去年五月带不到一岁女儿外出 不但无照驾驶 又没让小孩坐安全座椅 车子突然撞上电线杆 小女婴当场谈飞嗓命 因为有的小朋友 他们不喜欢整座安全座椅 那可能父母就会抱着小朋友 但是如果说 时速在25公里左右的话 那小朋友有可能会用 因为这样子而掉下车 然后就会造成 那个装机的危险性 安全座椅分为卧床室和坐卧室 适合四岁以下儿童 而体重10公斤以下婴儿 乘坐安全座椅 还要将椅子反向安装 当车子撞击时 力道往后才比较安全 但是如果像小朋友 他如果说四岁以上 或是他身高 身高比较 不是那么高的话 他可能会选择像这种的 不坐安全起座 这样才不会去 得到小朋友的脖子 新法上路 四岁以下儿童 强制坐安全座椅 8月1号就要正式开阀 带小孩出门玩 记得行车必备座椅 多买一份保障 中新闻杨朱鑫游文旗新北 续报道